川普将重返白宫 将陆续阐述他未来四年的外交政策方针 我们今天呢 将重点论述 川普未来将如何处理俄乌战争 我们开始进入主题之前呢 你就知道了 川普为什么让那么多人害怕了 冯特莱恩 欧盟主席在8号结束的 欧盟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欧盟目前仍从俄罗斯进口大量液化天然气 我们为何不以价格更低的美国液化天然气取而代之呢 这将降低我们的能源价格 好家伙 难道你是今天才突然发现 不应该从俄罗斯进口液化天然气吗 这就是欧盟 是吧 一边从自己的武器库里挤牙膏 挤出来一些武器拿来支持乌克兰 一边从俄罗斯购买天然气方面的给普京提供战争储备 川普还有两个多月就职总统 这风声就已经放出来 就已经将欧盟的真实面目暴露出来了 是吧 赶紧改弦更张 是吧 原定是2027年逐渐停止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 现在看来马上就要执行了 给俄罗斯断奶 就是一条新闻 你就可以看出来了 俄乌战争的荒诞 为何川普要结束俄乌战争 并有信息说一天就停战了嘛 对不对 那第二条什么新闻呢 亿万富豪阿克曼转发了一条新闻 说卡塔尔宣布哈马斯领导人为不受欢迎人物将驱逐出境 我们都知道哈马斯掳掠人质在加沙与以色列作战的那些 那都是炮灰 哈马斯的头目住在富有的卡塔尔那里 夜夜是九十肉林 川普竞选中说过 哈马斯 你们最好在我进白宫之前把人质都放了 就这一句喊话 哈马斯就混不下去了 对不对 相对于拜登政府一边表示谴责哈马斯 一边要以色列停战 川普呢 是看透了恐怖组织的性质 什么呢 就是无非使用美好的 甚至宗教教导来让人民用生命来驳杀 然后自己却获得与西方谈判的筹码获得私人利益 卡塔尔是哈马斯最大的金主 中共呢 又是卡塔尔最大的贸易伙伴 卡塔尔也是中共国43个免签国家之一嘛 卡塔尔为什么要驱逐哈马斯呢 他怕呀 对不对 他清楚川普不会计较任何的政治后果 你看那一枚导弹直取伊朗共和国司令苏莱曼尼姓名 包括当时跟川普一起在海湖庄园喝酒的习近平 这段消息呆坐半天 怕嘛 卡塔尔当然害怕川普对卡塔尔国家级制裁手段了 是不是 从这一点大家就可以看出 川普对于这些邪恶联盟的震慑 要知道78岁的这个川普还没有进白宫呢 此外呢 美国司法部撤职了川普系列控罪的特别检察官 然后纽约法官这个莫查恩也将驳回川普案件 你看 这一夜之间那些网上说川普是个罪犯 我估计这个喧销也该消停了 更有意思的是什么 纽约市长将取消对非法移民的津贴 墨西哥也承诺阻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国际 这一夜之间都将翻转了 我给大家几秒钟高兴高兴 所以这些真是有意思 是吧 还有两个多月呢 进白宫 现在呢 这么多热闹的事就已经出来了 关于俄乌战争 记住正题 关于俄乌战争 最常见的那种说法就是 川普要扼杀乌克兰 川普将讨好普京 目前外界还不清楚 川普心目中的俄乌和平协议是啥样 我呢 也只能是抽丝剥茧 怎么说是一家之言吧 俄乌战争的真正起源呢 来自共产主义之恶 在前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之后 他对加盟共和国造成的危害和痛苦并没有结束 不说别 就说普京 普京也承认了 普京在演讲中也陈述谴责了斯大利主义 对俄罗斯的历史遗毒 之后呢 俄罗斯 咱们知道它建立了毒联体 来维系它的国际地位和资源 但是乌克兰的地理和历史原因呢 这个基辅更倾向于波兰文化 这乌冬更倾向俄罗斯文化 那么借用波兰将军的一句话 他说 德国人来了 我们将失去自由 而俄罗斯人来了 我们将失去灵魂 所以乌克兰就处于这么一个位置上 乌克兰向往西方真正的自由民主 以及它带来的富裕生活 所以你看 乌克兰宣布退出这个阿拉姆图宣言 离开毒联体 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俄罗斯发现这留不住人了 要知道 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 这三国是毒联体的核心 核心都散了 俄罗斯能撑得下去吗 所以乌克兰的离开 将导致其他中亚等国家的逃离 至于普京的大俄罗斯复兴梦想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有一个重要的结论 那就是普京打乌克兰不是要吞并乌克兰 而是要摧毁乌克兰的亲西方政府 建立一个亲俄罗斯政权 继续维系俄罗斯的强大的残局 而西方呢 西方当然不愿看到冷战后 一个继续具有威胁的俄罗斯联盟的存在 在乌克兰等国签署不拥有核武器的协议 并销毁核武器 把油原料卖给俄罗斯、卖给西方公司 在此之后呢 乌克兰已经不具备对西方的整整威胁了 并成为可以接纳的对象 这么说吧 就是西方欢迎乌克兰 但是是自愿的 是用强大的制度和经济优势 吸引乌克兰的融入 普京不放乌克兰的是强制性的 在制度和经济不再具备吸引力的情况下 用残胜的军事力量逼迫乌克兰就范 看懂这一点 是了解俄乌战争起因和结局的关键 俄乌冲突最早起源于什么时候呢 克林顿时期 克林顿代表西方放弃了俄罗斯加入西方的计划 不让他进来 那么孤立的俄罗斯不得不重新考虑要对抗西方 不得不开始对西方对抗西方的时候 他就必须考虑急于捆住乌克兰等战略资源 就不能让乌克兰跑了 所谓这个北约东扩的这个说法就来源于这个时期 俄乌战争的最近起源来自于克里米亚危机 俄罗斯用伪装的那个俄国特种兵扮演成克里米亚民兵 俗称小绿人嘛 夺取了克里米亚国会 成就了克里米亚公投回归俄罗斯 这个危机发生在什么时候 2014年奥巴马执政期 我的历史今天讲述过有个人物 就是水门世界的这个传奇记者伍德沃德 他在一本书叫做《战争》 在这本书里透露说 美国眼看着乌克兰失去克里米亚 是因为太软弱 你知道这话谁说的吗 如果说是共和党人的说法 你也许会说 这是两党斗争互相攻击 对不对 但是这个人是谁呀 当年奥巴马的副手 现在的美国总统拜登 拜登他说 奥巴马几乎没有采取措施 他搞砸了 然而拜登会更加强硬吗 当面对2022年 普京不仅抢夺乌东 还要直逼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战争打响之前 拜登怎么说的 他说 不会容忍普京的侵略 但是如果是一个小的军事行动 则另当别论 这句话里无疑大大的振作了普京 于是他就开始了一场宣称的小小的特别军事行动 来掩盖这场二战以来欧洲面临的最大的战争 好 那么回到原点 说川普 川普会放弃乌克兰 会讨好普京吗 在川普执政期 也就是克里米亚到俄乌战争爆发之间 俄乌之间虽然是暗流涌动 却离战争很远 川普清楚原先的制裁 之所以对俄罗斯不管用 关键在于什么 在于欧洲 欧洲太需要俄罗斯的能源了 而美国在川普时期 石油、天然气、充分自产 已经完全可以满足欧洲的需要 那你俄罗斯不慌了吗 是不是 这就从根本上断绝了欧盟对俄罗斯的依赖 和废掉了普京手里的这张牌 所以普京就不敢冒险了 而川普更不会像拜登那样 给普京任何感觉可以冒险的那种暗示 川普怎么说的 只要普京侵略乌克兰 他就轰炸莫斯科 这才是他的真正的强硬态度 你像现在俄乌战争打了两年九个月了 对不对 所以美国还是不放手 让乌克兰拥有长城武器 更别说美国直接轰炸莫斯科这种态度了 这就是差别 川普会不会逼迫乌克兰割地呢 你想 战争已经爆发了 已经把美国拖了进去了 川普就必须先止战 对不对 和平是乌克兰抵抗的最终目的 乌克兰他不会说想去征服俄罗斯的 但是关于割地 欧洲和乌克兰都不会答应 川普也不会陷自己于不义 这只是川普放狠话 逼迫乌克兰放弃所谓的胜利幻想 但是川普和泽连斯基是有商量的 这一点很多人忽略了 我们看这个历史 就看前段的新闻 大家自己总结哈 乌军是八月份突入俄国境内库尔斯科的 对不对 当时我就跟大家说过 说这是战略上目标不明确 可进可退的一次行动 但是到了9月23号 乌军空降旅大规模突破俄国房地 大规模占领俄国领土的企图就非常明显了 为什么会有这个大胆的行动呢 因为9月底 泽连斯基抵达美国 向白宫和国会提交了他的和平计划 9月27号 他会见了川普 川普会晤后承诺说 如果他在11月的美国总统大规模获胜 将解决乌克兰冲突 川普将俄乌战争形容为一幅复杂的拼图 呼吁达成一项对所有各方都公平的协议 也就是说 乌克兰突然扩大对俄国领土的占领 是要配合可能到来的各方都公平的协议 对啊 军队进入库尔斯克 其实就是在跟川普搞配合 当然你说拜登有可能胜选 这个川普落选呢 是啊 那就继续现状 他就占领库尔斯克 没问题 但是没有更深的政治含义了 什么政治含义呢 就是会将即将面临的和平协议准备筹码 很多人看不懂这一点 也就是说呢 乌克兰退出库尔斯克 乌军退出乌东 双方有面子 作为这个和平协议的基础 但是可能有人在想 用库尔斯克一个州来换乌东四州 那普京傻呀 普京肯定觉得不划算 不会答应的 这不久前普京的和谈条件是什么 就是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 乌克兰从自己的四个州撤军 所谓主流媒体 包括自媒体 很多自媒体纷纷猜测说 川普的和平计划中 可能包括移交目前被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领土给普京 川普甚至可能取消或者减少对俄罗斯的制裁 我跟你说 朋友们 这完全是颠倒 俄罗斯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完全控制的四个州 而即便是用上了朝鲜军队 用了朝鲜给了280万发炮弹 也根本无法收回扩尔斯科师弟 从军事上来说 乌克兰领土和俄罗斯自己的领土都失控 普京手里是没有真实的谈判条件的 但为什么他执着不放呢 就是要等人来协调 给自己一个台阶下 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普京的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地位的稳定 川普就是这样的人物 11月7号 普京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会议上 发表了四个小时的演讲 也提到了川普 他说 川普今年7月这个未遂暗杀事件的说到了 普京说 在我看来 他的行为非常正确 勇敢 像个男人 并见这个机会向川普祝贺当选 当普京被问及是否准备好与川普进行讨论时 普京回答说 我们准备好了 并说 如果川普给他打电话 他会接听 其实呢 就在同一天 在布达佩斯参加欧洲政治共同体会议的各国领导人 讨论了川普重返白宫的问题 泽连斯基说 他与当选总统 就是跟川普进行了非常热烈富有成效的对话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一段 9月27号 但他不清楚川普的和平计划细节 知不知道呢 我估计他也知道了部分 对不对 这时候不方便说 他补充说 但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确保乌克兰 整个欧洲与美国之间的互动 结果是富有成效和积极的 所以在我看来 首先俄乌双方都愿意接受川普调停 对不对 刚才普京、泽连斯基都表态了嘛 因为他们确信川普不会为了 照顾美国和欧洲的那些资本集团的私心 拿俄乌任何一方做牺牲 其次呢 川普必须考虑他的美国第一的原则 这个原则解析开来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 你看共和党人 尤其是国会的马嘎瑟普的这些共和党人 竭力反对美国援助乌克兰 为什么 是因为现在的白宫 大笔的军援却不愿解决美国国内 像边境非法移民以及国内高通胀的问题 巨大的军援背后还意味着政府权力的不断扩大 而军援的背后又暗藏着巨大的贪腐 和不让乌克兰取得胜利的种种限制 给你军援 不让你最后取得胜 这啥意思 这将是不断的输血 让乌克兰又不断失血的混乱局面 川普能够和平解决欧乌战争 不等于要牺牲乌克兰 而是让乌克兰从无止境的战争中解脱出来 让美国减少负担战争这个唯一途径 但是川普并不会对乌克兰抵抗侵略的正义 让他们所让步 就是不会对抗成义 它不会让乌克兰割地 很简单的一点 大家看 美国从来没有承认乌冬公投自治 没有承认它归入俄联邦的合法性 如果说川普在这个时候说要割地 那是不是违背了美国自己国会的这个立场呢 川普作为真正尊重国会 尊重人民意愿的总统 当然不会承认俄罗斯的非法侵占嘛 对吧 乌克兰对于国际上承认乌冬分裂的朝鲜、叙利亚 这些少数国家都采取什么 断交的手段 那么好的 川普会不会承认俄罗斯对乌冬四周的占领吗 会逼迫乌克兰跟美国断交吗 走到这一步吧 是不是不可能吧 这是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常识 所以说那些关于川普牺牲乌克兰割地求和的说法 显然是在黑川普 所以我大胆猜测 川普会逼迫普京从乌冬撤军 至于乌冬地区俄罗斯化的事实呢 留给当地民众自己解决 同时乌军从库尔斯克撤军 双方回到战争发动之前的原点 至于克里米亚是否会归还乌克兰 这倒是一个未知数 那么我倾向于是乌克兰将放弃克里米亚 那么你说江峰 你这是不是根据自己的想法异测吗 不是 因为泽连斯基在2024年初讲话中 他就声称和平的条件是双方回到2022年战争爆发前的领土现状 那你想2014年公投脱离并归属俄联邦的克里米亚 已经就不在此列了嘛 俄罗斯的态度其实也出现了明显的转变 要知道11月6号俄国总统府才明说 说普京不打算给川普道贺的 结果第二天普京自己亲口向川普道贺了 对不对 然后克里米亚发言人才说 这可以视为俄国总统的官方祝贺 而且普京也不再提及他最近提要求的那四个州了 而是说到了伊斯坦布尔协议 这就很有意思了 因为伊斯坦布尔协议那次是俄乌之间进行的第六次谈判 核心就是乌克兰愿意成为中立国 不加入北约以及任何军事联盟推行无核化 并且放弃寻求通过军事手段收复克里米亚和顿巴斯 也就是说乌东的两个州 俄罗斯表示说俄罗斯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 如果普京说要在这个基础上谈 是吧 这就意味着什么 普京在川普确认当选第三天 就决定可能做出让步了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以军事占领为基础 而不是以刚才说的这些都属于政治概念为基础的 是吧 那就是用现有的前线 来说军队在哪里 你往这边打枪 他往那边打枪 以这个划线 前线以东的乌克兰领土建立无军事化缓冲区 主权呢 还是乌克兰的 这意味着什么 普京的军队将撤出所有乌克兰四个州 回到俄国境内 恢复1991年的边境 当然了 乌克兰也必须撤离库尔斯克 把它还给俄罗斯 克里米亚留到以后再说 至于经济赔偿 战后重建 那是下一步的协商了 我觉得呢 这听起来更像是川普团队 能谋划出的一个和平计划来 咱们就拭目以待吧 但至少有一点 朋友们 不要再传言 什么川普亲近普京牺牲乌克兰那些观点了 正义不可苟且 但是正义的胜利 正义的实现 是需要现实的妥协的 谈到俄乌战争 川普的真实目标是不可不谈的 也就是说美国调停俄乌 对不对 你这美国落什么好处呢 川普从帮助俄罗斯中间得到什么好 得到什么呢 川普的副总统万斯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过 川普就是要让美国从俄乌战争和中东冲突中 腾出手来对付中共 美国的首要敌人是中共 这一点呢 在谈到这个川普对华政策之前呢 咱们先可以做一个铺垫 对不对 那么美国会得到什么好处呢 怎么看 首先俄罗斯已经是高度依赖中共 那么帮助俄罗斯解决外交和经济问题 必然就削弱了北京在俄罗斯的影响力 俄罗斯以后就靠谁 靠美国 不会再靠中共 其次呢 由于俄罗斯支持的伊朗损害了美国在中东的利益 川普新政府会促成俄乌和平协议 使俄罗斯不再向伊朗和伊朗地区盟友 比如说珍珠党提供军事支持 第三呢 去除北约面临的最大威胁 让整个西方世界可以团结转向东方的威胁 第四 减少俄罗斯对美国内政的干涉与攻击 同时让美国集中财力 避免援助乌克兰的财政巨大支出之外 也可以杜绝华盛顿沼泽的继续泛滥 这个与川普整顿华盛顿励志 消灭深层政府的这个国内政策是密切相关的